我现在跟你分享感受圣灵 圣灵的感动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让我成为东正教徒 你说哇 你受圣灵的感动 答错了 我没有受到圣灵的感动 为什么我说受圣灵的感动 会让我成为东正教徒 因为我以前是新教徒 新教徒应该是百分 不能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几都有受过圣灵的感动 我就是那百分之一的 我就是那个没有的 所以我老是觉得 为什么大家都有体验圣灵的感动 我没有 然后有些人他分享的时候 我可以觉得好像是 可能是真的 大部分分享的 我都觉得是下摆的 就是不真实 所以我才不去新教 当然我讲的 也许不是正确的 你觉得 但是就是像我讲的 这是我的属灵生活 生活属灵 是我的 那你怎么想去问你的属灵父亲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然后后来我就不喜欢去教会 因为我觉得每次都说圣灵 圣灵 好像有些人讲得太夸张了 一听就是不象征的 然后我就觉得 干嘛要生活在这种虚假的 要怎么讲 你了解 后来我来到东正教的时候 就跟神父查圣经 我很远查圣经 我跟很多不同的宣教士查过圣经 然后大部分的人都对我很失望 因为他们觉得教我圣经的话 我就该去他们的教会 成为他们教会的一份子 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 但是我去到教会 看到一些事情 也觉得有些失望 你可能会说 那你们东正教很完美 当然不会完美 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但是东正教我觉得比较真实 是不完美但是比较真实 然后后来我就遇见神父 然后也是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先不要讲那些 然后神父就教我圣经 有一天我就问神父说 我在新教的时候 很多人都受到圣灵感动 只有我没有 那你有没有受到圣灵感动 因为你是神父 你的精力一定是比我们更强烈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有一天 他的属灵父亲 还是哪一个神父 手按在他这边 说 说 说也不知道什么话 然后他的全身都动起来 整个神父的全身都动起来 我就 Oh my God 这就是受到圣灵的感动 然后他就说 我以为是 那我说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是 难道不是吗 他就说 因为那位神父 那位神父有帕金斯症 然后发作了 痛痛痛痛痛 他跟我讲这个 我跟所有的人讲这个 你们现在也听到 我想你们现在可是大笑吧 所有的人都大笑 就一直好好笑 就是因为他震动 因为那帕金斯症发作在震动 所以有人都笑 我相信你也在笑 不要说你没笑 我不相信你一定有笑 然后 只有我没笑 我真的没笑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有安慰到我 因为你知道一个基督徒 很多你 然后如果别人有经历什么事情 你都没经历 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有问题啊 是不是你很不好 或怎样怎样 所以你没经历 所以东正教就是不 不主唱 分享 就是因为 大家都有 你没有 你会被比下去 你比下去的时候 你对神的信心 可能你就软弱了 你就变更软弱 然后你可能就不到教会 那如果是 就是这好的方面 别人有好的 你没有 你就会被比下去 那如果别人有一些不好的 那他变成一个正向 当然是一个鼓励的 但是每个人的属灵程度不一样 那有很多人可能就会对那些 不会在他面前 就可能在背后 就啊 原来他以前被关过 没有 所以对那一个人 对你也不好 所以我们不鼓励分享 大部分都是跟属灵父亲讲 那他当下跟我讲这个 我没笑 我就会得到安慰了 我就觉得 嗯 因为你神父都没有 受到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凭信徒 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还可以继续我的信仰 当然我认识神父这么多年 我可以猜得出来 他应该有受到神的感动 但是你知道 他是阿托斯顺山的修士 就是最严谨的 他们不会拿这种东西来炫耀 说我受到神的感动 因为他觉得这是神的恩赐礼物 但是我们不要注重在这个礼物 我们要注重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看他 他当初他讲那个世界 应该也是真的 但是他故意讲来安慰我 所以我还蛮感谢他的 然后 我觉得相信他是一个受到圣灵感动的人 但是不是那种浮夸的感动 然后 我到现在也没受到强烈的圣灵感动 但是 神迹奇事应该有吧 就是来画神像画就是神迹奇事 以后再讲说我怎么会来画神像画 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 就是圣灵的感动 希望也能感动你们 在谦卑的状况之下 顺服的状况之下 服事的状况之下 谢谢你们